青年的健康水平 向好 向强 最主要的还是青年的形体 身形 国家也有相关方面的一些统计 整体上解决了青年营养不良的问题 身形上青少年比以前长得高了 长得壮了 比如像20岁到24岁年龄段的孩子 男孩差不多是平均长高了1.6公分 比10年前 女孩平均长高了1.5公分 体重也重了一些 男孩重了4.5公斤平均下来 女孩也是重了2.3公斤 但还好 总体都在BMI的标准值的范围内 这些方面都是长得更高更壮了 除过这些之外 我们也注意到 大家也讲青少年近视率 这些方面还是比较高 这个国家也在采取措施 也注意到一部分青少年 面对这种工作学习生活的压力 心理健康问题也是让大家高度关注 但是我们调研的情况 大部分青年人心里还是健康的 健壮的 有些经过一些挫折 它也变得更加坚韧 这我总觉得 就是我们当代青年健康 身心健康水平向好 向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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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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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